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的问题由我来解答 发球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一般专业运动员发球的时候 每天都要训练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以上 但是业余选手没有那么多时间 也不需要像专业运动员每天练这么多 刚开始发球的时候 容易老想到怎么发上球台 所以稳定性不强 刚开始练的时候 可以先从载往地上发 发两三米远落地 球跳起来后能往回走 慢慢回到你脚下 这就证明你是摩擦到了球的中下部 而且很实在吃住了球摩擦住了 上面的方法可以提高摩擦球的感觉 这样摩擦好了再可以上台发就可以了 不管你是发下选球 不管你是发下选球 侧选球 长球 还是短球 这其中摩擦球的感觉都是相通的 如果您在打球时也遇到了一些困惑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国球会 并在此公众号内 回复找教练三个字 和您所遇到的问题 就可以跟我们的教练一起互动了 我们期待您的加入